現在我們要去吃飯 然後我要帶我姐還有帶你們還有帶我學妹 一起去吃一間叫做虎吹道 虎吹道呢算是在橫春滿新的一間餐廳 那它結合了中式以及版德的特色料理 再加上一點創意 我已經帶很多人去吃了 很少人 應該是說沒有人打槍過 連嘴巴很挑剔的人都說讚 所以我是認真的 真的 你嘴巴很挑剔 等一下我就用這間來挑戰你的嘴巴 因為畢竟你嘴巴只會吃 乳腸的東西 我嘴巴可是非常的挑剔的呢 還重要 哈哈哈哈 你們知道虎吹道的意思嗎 我來告訴我 你是說真的嗎 虎吹道 台語 喝醉道 古名思義就是 這個人 不挑嘴 不挑食 任何食物都是 open mind 那為什麼 會叫虎吹道呢 首先 應該是在虎年 所開業的 那吹這個字 就像以前 燃火煮食物 例如說 你要也吹 吹飯 還有 想幫忙吃 到這個字呢 就是我們大家 所熟知的 米飯囉 結合 半桌 以及台菜的 台式料理 讓我們看看 會有多好吃呢 他 bars 排卸 你們 熟擇 天主 有 gehabt 妳提早辦不過生日的啦 謝謝 好 這邊給我裝氣質的表情 要配合我這個服裝叫氣質 那妳要不要預料花 那叫大家趕快開動囉 謝謝虎吹道 謝謝 妳吃的是蒸蛋喔 是黑松露蒸蛋 喜歡嗎 我超愛黑松露 蒼蠅頭裡面有皮蛋 蒼蠅頭裡面有皮蛋超好吃的喔 真的喔 好 那把它吃 這個好香喔 很好吃喔 對 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 皮蛋為什麼跟這個這麼搭 那像個動腹肉 油光滿面啦 一定沒啦 我說酸了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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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肉就是跟那個醬汁完全在一起 而且妳會膩 配上飯妳真的是 直接吸她的頭 直接吸她的頭 桂花的香味 超好吃 他們把台菜更精進 非常的精緻 而且很有創意的教材我很喜歡 喔 因為我不喜歡吃皮蛋的 可是它皮蛋超好吃喔 因為我皮蛋覺得皮蛋不臭 那皮蛋超好吃 而且搭配這個韭菜 嗯 讚 讚 1到10分 請問妳給幾分 9點5分 喔 我覺得這個豆腐很好吃 吃得好 然後每道菜的調味 都是有像對台菜這樣非常的下飯 9點5分 因為真的超好吃 韭菜跟皮蛋對我不算是 可是它很脆的 然後湯也超好吃 我覺得是 9分 因為它每道菜都很下飯 重點是下飯 可是你看飯可以吃完 代表就是 它的每個份量跟它的調味都很好 9分 Why Tell me why 沒有wine 其實它真的很好吃 那一分就是 留給別人體驗 對 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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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要求你為什麼 看他落魄的小姐 這看起來很像施法 然後反彈到自己的樣子 你洗牌耶 我看你 你也是走我入魔耶 怎麼了嗎 好像 好像 你沒有用心幫小賴畫 太重 不好意思喔 我們在沉澱女色呢 就是今晚是要幫我姐親生 然後我請當地的朋友上來 然後就買了一個很棒的蛋糕 好可愛喔 小賴是不是有賴打 祝你生日快樂 他真的生病了 不是要對你的手嗎 祝你生日快樂 哈哈哈哈 祝你生日快樂 快樂 真的怎麼早這樣 好可怕喔 這才對 這很煩耶 好可怕喔 也是不要慢慢開 哈哈 嗨 嗨 嗨 你們要舉手嗎 你一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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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次都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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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差給你會叫屁啊 趕快吹你的蠟燭吧 我可以吹別的東西 要先許願吧 你好臭 你很臭吧 第一個願望我希望 新冠病毒趕快消失 然後我想出國 第二個願望是希望在場者沒有人確診 第三個願望不說了 嗯 要不要吹 好 耶 那你說今天誰的妝容 看起來最像確診 天啊 十字架吧 你看這個主要是 要去買的吧 是我畫 我畫 你畫自己 這個吧 這個才快確診嘛 我看到怎麼會有 女搖骨骼 什麼樣子 對 就是摔腳手 你很像摔腳手 我媽 讚讚讚 讚 欸欸欸 你好 我是巴比兒的酒醋 希望你們多下班 這是生病啊 這個酒醋 這個是 虛摩失敗 反而走火入魔 哇 我跟下班 這回是 沒有錢買東西 只有媽媽給的高光 鞋上帶白皮鞋 乾杯 很開啦 現在要用這個妝去拿UberE的東西 很不合理 來來這個 來來這個 來謝謝 謝謝你了 謝謝 現在起床 因為11點退房 他要幫我們準備那個 漂浮早餐 好累喔 今天玩得太晚了 大威 好 好 你在幹嘛 在這裡嗎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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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去拍啊 走啊 大家早安 現在啊 就是沉澱旅書 他幫我們準備了漂浮早餐 就是 這邊這個 我覺得這邊玩得有點晚了 好累喔 漂浮早餐的意思 顧名思義就是要讓它飄在上面 我們要推出去囉 要飄起來囉 會不會沉下去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 好啦 提供到完美早餐 你們覺得好看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姐 趕快下來玩水啊 趕快跟那個早餐共和 不是 共舞啊 然後他就會全身吃大膽 那個阿薩是開車來吃的 開車 開車 應該是吧 不然就起車 然後 早餐呢 我們的那個漂浮早餐 我覺得滿適合拍照的 但是要吃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想移到裡面 可是現在大家這個分食 這個是我們來入住那個 沉澱旅室的一天吧 那我覺得還不錯啊 還滿喜歡的 那個臉不對 今天就要去住下一個旅宿了 所以 第二季節 大家掰掰 好醉 好醉